我做YouTuber影片這件事情 如果你還不認識我的朋友 想要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 或是你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 然後想要知道 我為什麼想要轉行當YouTuber呢 我們常常會被邀請到國外去出差 去歐洲的德國啊 西班牙 法國 英國 那像是中國的城市就有 深圳啊 北京啊 上海這些大城市啊 那我呢 同時在那一波疫情來的時候啊 就被裁員啦 嗨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歡迎回到KKR的生活頻道 那今天呢 應該是2023年啊 最後一支影片啦 那想說呢 來錄資一集啊 KKR真心話 來跟大家聊聊 我做YouTuber影片這件事情 那就是啊 如果你還不認識我的朋友啊 想要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 或是你知道我以前是做什麼的 然後想要知道 我為什麼想要轉行當YouTuber呢 想說呢 趁這支影片的機會 來跟大家聊聊我的經驗 以及未來影片的規劃方向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先不了買房啦 那不過呢 下一次啊 我們還是有影片啊 會有買房的題材 要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在進入今天的影片主題之前呢 麻煩各位網友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呢 那記得麻煩幫我按一下訂閱 希望我們明年初的時候啊 可以朝一萬訂閱賣進啦 好 那我就來先分享一下 我的工作經歷好了 畢竟啦 我也不是一出來工作啊 就是做YouTuber影片的啦 那雖然我本身啊 也是傳播系出身的 那不過啦 我們那個年代念的傳播啊 算是已經比較是非傳統傳播的內容了 就是不是純粹那種電視啊 電影啊 或者是廣播類的項目 是比較偏向資訊傳播類方面的專長 那所以差不多呢 在我畢業的時候啊 那時候YouTuber其實才剛出來而已喔 那那時候沒有人想說 YouTuber是一個人人都可以上傳影片 當作是自媒體的平台 那時候的YouTuber啊 比較像是啊 就是你可以上傳影片的一個社群網站而已 因為在當時啊 如果你要製作出一支剪輯好的影片啊 那需要就是蠻多的時間成本啊 或是金錢成本啊 都很高 多半都是用自己簡單的設備拍一拍 然後就上傳 不會像現在的YouTuber市場一樣啊 首頁一打開 都是一些製作精良的影片喔 那穩的時候呢 算是對3C非常非常的有興趣啦 那因為經過朋友的介紹呢 我就開始寫一些3C開箱的案子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e-price 比較王這個平台喔 它大概是成立在 大概是2000年左右 當時候的電子網站啊 也是如雨後春筍般的冒出來 像是Mobile01啊 也是差不多那時候同期的網站 那這些網站呢 現在都還在 那比較王呢 算是當時啊 專門經營啊 通訊手機類平台的一個網站啊 我記得他們全盛時期的時候啊 也有出過雜誌 你就知道如果一個公司可以出版雜誌的話 就表示當時候的市場啊 有多熱門啦 那我來台北找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這個啦 那嚴格來講算是第二份工作 因為第一份工作我比較算是打工的工作 那以做了比較久來講呢 就是在這個e-price 比較王 當手機的編輯啦 那我們那時候手機編輯啊 主要的工作內容啊 就是專門啊 去採訪產業產品的一些新聞 也就是偶爾跑跑記者會啊 去報導最新的3C啊 科技的手機產品啊 然後像平常一樣啊 就是負責手機的開箱 就是把一個最新上市的手機 然後透過各種的測試方法呢 寫成圖文的方式 變成一個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瀏覽的一個平面網頁啦 那基本上這個工作我會做就是5年 那對這個工作啊 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啊 就是可以常常出差 因為在那個年代啊 就是手機產業啊 算是非常非常興盛的市場啊 不管是每年都會推出的新iPhone 或是每個廠牌 都有自己的Android手機 再加上那時候啊 中國的手機啊 大概是從小米開始吧 就用低價的策略啊 打開台灣的手機市場之後啊 那台灣人對於中國手機的接收度 也越來越高 所以全盛時期的時候啊 我們常常會被邀請到國外去出差 有去採訪 就是寫報導 不管是去中國啦 還是有去歐洲的德國啊 西班牙啊 法國英國 那像是中國的城市就有 深圳啊 北京啊 上海這些大城市啊 甚至啊 我還去過印度啊 參加過某個廠商的發表會啊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在印度 我在那邊就是常常吃壞肚子 邊吃東西邊拉肚子 真是太恐怖了 那不過後來大家知道啊 就是在2019年底的時候啊 那時候COVID-19的疫情 一波一波的來 那影響到的產業非常的多 那像我們這種需要跑採訪的產業啊 當然也是首當其衝啦 那因為沒有辦法群聚 那時候的產品啊 也沒有辦法順利的發表 而且當時啊 大家整天在關注的啊 都是一些疫情的新聞啊 那科技類的新聞的點閱量啊 在那時候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然後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在2018年的時候 還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4994G吃到飽的案件 那為什麼說這個案件對我們也會有影響呢 因為像是我們這種電子網站啊 收入的來源啊 除了像是Google本身的廣告之外啊 那最大的一點就是還有來自廠商下業配的預算 但是你知道當年如果你是辦499 那簽約簽下去 那一般使用者呢 幾乎都會三年不會換手機 而且那時候啊 的499支費啊 也是讓你綁門號 然後不用綁手機 所以變得有一陣子啊 就是國內的手機廠商啊 的銷售額 都變得非常非常的低 那手機賣不出去 就沒有錢 那沒有錢呢 就沒有辦法投放廣告 那這時候啊 靠業配收入的媒體網站啊 就變成沒有錢養員工啦 所以大概是2020年中的時候啊 那時候又有一波疫情要來了 政府宣布要開始居家上班了 那我呢 同時在那一波疫情來的時候啊 就被裁員啦 那當然公司跟我講的理由就是啊 因為疫情的關係 需要縮邊人員的配合 所以我那時候就離開我 一開始的工作崗位啦 那其實在離開公司的時候啊 我一開始也有想過啊 究竟到底是要再找下一份工作呢 還是要轉換跑道 因為疫情還在持續的發生 那很多公司啊 其實也都不敢爭人 尤其啊 我那時候啊 已經算是幹到主編的職位了啦 那除非是往更大的公司上去 那不然到某一家公司 就很像空降部隊你知道嗎 所以我那時候就決定跟朋友 成立一個自媒體網站 叫做拼讀PINDOO 也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 YouTube頻道的介紹的話 也會看到這個網站的連結 那其實像我這樣子啊 創立一個平台 那持續跑新聞跟寫文章 那其實一開始啊 也不會有收入的 那我基本上啊 就是靠著當時候的資遣費啊 還有失業補助啊 度過那段時間的日子啦 那後來啊 我也開始在 接一些其他網站的外稿來寫啦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啊 我才開始接觸啊 在YouTube上傳影片這件事情 好來講講啊 為什麼這時候就要開始來做YouTuber呢 那大家其實現在看那些很紅啊 幾十萬啊 甚至幾百萬的YouTuber 那大概是從2015年 2016年 就開始在上傳影片了 那那時候的YouTuber 其實是一個藍海市場 算是比較少人競爭 你只要大概選中一個題材 專心做 那不用有太華麗的剪接 或是戲劇化的表現 在那個年代你只要撐下去 大概就會紅起來啦 那我大概是在2021年底的時候 才開始上傳我個人的第一支影片 那我那時候也開始 看了很多房屋開槍的影片 那我自己那時候呢 也是想要躍躍欲試的 想要自己來嘗試拍拍看 可是在我過去當媒體主編的時候 我個人是非常排斥 看影片這件事情的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那時已經是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了 那看一部影片 可能就花掉你十分鐘 幾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怎麼看影片的 那直到有一次我發現 欸 為什麼我在YouTuber上面 找來看的開箱影片 而資訊比我自己去找文章 看起來要更多還要更豐富 那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 原來YouTuber也是一個 獲取知識來源的一個管道 所以我才那時候才開始覺醒 才想說 我也想要自己來嘗試看看 製作影片試試看 那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樣子啦 那一開始我也想到嘗試說 看房啊 或者是做A7的題材啊 那主要也是因為我那時候剛買房子 那我在對房屋這一塊 還是做了相當多的功課 而且我覺得做這一塊 應該會有人看 所以我那時候就開始在自己的頻道上 上傳看房的影片或是區域類的影片 那大家如果好奇回去翻翻我以前的影片的話 是不是以看房的內容來講 點閱率相對來說就比較高 那不過現在因為做YouTuber的人 實在太競爭了啦 那基本上如果你現在沒有好的剪輯啦 好的攝影啦 基本上如果你只有純粹有才華的話呢 是很難被YouTuber推播出去的 那其實到這個月為止啊 我算是已經加入YouTuber兩年左右的一個時間了啦 那也差不多上傳了兩百支影片 那我是告訴我自己一週最好上兩支影片 那不然的話 那其實觀眾很快就會把你忘掉 所以我現在做的內容啊 幾乎也都沒有斷過更新 那做到現在呢 其實我也很開心 我可以做出一些影片 來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內容 那在這兩百支影片當中啊 其實有50支左右的影片啊 是我去日本旅遊的一個內容 那我個人呢算是非常愛去日本旅遊的啦 那算一算從2014年開始 自己去日本之後 大概以平均每年4趟的數量 現在已經超過大概30趟左右了啦 那日本也是台灣人非常愛去旅遊的一個地方 那像是我就製作一些影片啊 如果像是一些攻略型的影片 就是教你怎麼搭車怎麼省時間 那像是一些分享型的啦 跟你分享一些 我是搭怎樣不同的飛機 去日本的一些心得 我是想要把我獲取到的知識跟經驗 然後傳遞給各位啦 那這支影片啊 算是我個人的一個真心話 跟我個人的一個心情抒發啦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有一天會成為一個YouTuber 那雖然我很喜歡分享我的知識或是經驗 那以前只是想說 要是應該是用寫開箱文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那怎麼會是拍影片呢 我倒是也不知道 那不過既然都已經做了啦 我想說我應該也不會輕易的放棄啦 那以兩年的時間來說 我自己只有拼到現在大概只有5500左右的一個訂閱 我自己覺得呢還有一些成長的空間啦 那不過先跟各位預告一下 我們明年還有一些企劃要進行 因為我除了自己也有在做影片之外呢 也有在幫其他的YouTuber做影片企劃 畢竟現在的影片除了種植以外 也要重量 那所以很多有些要花錢才能拍出來的企劃呢 我就打算找人合作啦 那也是從明年開始 大家會在那個Man's Game的玩物質 也就是Alan哥的頻道常常看到我出現 那之後在他的頻道 我也會幫他企劃一些影片的內容 那我也會拍一些用不同的角度的片段 放在我的頻道來跟大家分享 好 所以這就是2023年最後一支影片的 那我就以這樣的角度 來跟大家分享我過去的經驗 跟未來的一個規劃 那希望來年大家也能夠持續支持我 製作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 那記得幫我們頻道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2024年再見啦 掰掰 炸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